阿摩斯书第三章 以色列人啊 要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这些话 就是攻击他从埃及地领上来的以色列全家 说 地上万族中 我只拣选了你 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 二人如果没有约定 怎会同行呢 狮子如果不是捕获猎物 怎会在临终吼叫 少壮狮子如果没有捕获什么 怎会在洞中咆哮呢 如果没有尔 雀鸟怎会掉在地上的网罗中 网罗如果没有捕获雀鸟 怎会从地上翻起呢 城中如果吹起号角 居民怎会不惊慌呢 灾祸如果临到某城 不是耶和华所降的吗 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计划 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 他就不会做任何事 狮子吼叫 谁不害怕 主耶和华宣告 谁敢不带他传话 要向雅实图和埃及的堡垒宣告 你们要在撒玛利亚山上聚集 观看城里极大的骚乱和城中的暴虐 这些人不知道怎样行正直的事 只管在他们的堡垒中 积聚暴行和弃压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敌人必围攻这地 使你们的势力轻腹 抢掠你们的堡垒 耶和华这样说 牧人从狮子口中 只能夺回一只羊腿和一脚耳朵 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 获救也是这样 他们只剩下一脚床榻 半边入子 你们要听 要向雅各家作证 这是主耶和华万君之神的宣告 我追逃以色列的贝逆时 必要惩罚伯特利的祭坛 坛角必砍下 跌落在地 我必毁坏冬天和夏天的别墅 用象牙装饰的房子必破烂 宏伟的楼宇必归于无有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须要请층之间 mira 根本不至于是 我必须要建议的 在建议中 我必须要建造